今年春节廉假有七天 许多民众出游返乡 预计基隆地区一塞车路段 会出现在台二线基金二路一带 公路局将加强疏导 基隆地区在台二线 60公里的一个基金二路的路段 是比较容易出现拥舍的一个状况 那这部分在春节疏运期间 那我们会透过紧易交 以及耗制的一个调控 来进行那个相关的一个疏导 那另外呢 我们会建置那个替代道路的一个排面 那那个拥路人呢 可以借由这个替代道路 那直接到达我们的台六十二线 那借由台六十二线来通过 我们的一个基隆的一个 易拥塞的一个路段 可以到达我们的一个北海岸 或者东北角的一个风景区 而为了鼓励民众多加利用 大众运输工具返乡或出游 公路局也协调多家业者 实施八十八条国道客运路线 享平日票价或原票价八五折优惠 那在整个的新春的一个连续假期 我们也希望能够民众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 那我们大概公路局也带提供一些相关的优惠 包含就是说如果说在整个全国 有八十八条的国道客运 那我们在春节的时候会享有 大概平常的优惠 或是打八五折的一个优惠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搭乘台铁 或是高铁 那转成我们的四系客运 那使用电子票证的部分 那也可以享有一段票 或是基本里程的一个免费 那另外在东部地区的旅游 那我们也提供一些优惠 包含就是说 如果说在搭乘我们的国道客运 到我们的东部旅游 那在当地租车 也享有一些租车的优惠 那另外如果说你 持有这个租车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票证 那也可以在就回程的时候 可以抵用 大概如果说是你租用汽车 大概可以折抵200块 那租用汽车大概可以折抵100块 那另外在我们的基隆地区 那我们不管是在 我们在整个国道客运 大概有16条路线 那因为我们基隆地区 大概北北基的生活圈 它会再从基隆到我们台北来 不管是到西部 或者到我们的东部的一些相关地区 那转折的话 我想希望大家都利用 公路局也欢迎民众 多利用iBus公路客运APP 查询公路客运 及部分县市的公车路线资讯 透过各项输运措施 让春节的交通更顺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高尾城 基隆报导 小杉长 将来个阶段 度导致 考试